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279集 李大寨一张嘴 吐了一大口血 看得渗人 王斌收着皮带 闭眼长叹一声 拉着人起来 和村里年纪长的几位 在商量着手 呆头小声说着 这光景又得给点救济了 于醉看了看李大寨那土夯的院子 他知道人被逼到这份上 是什么感觉 两头牛 那应该是家里最值钱的财产 这事得处理 不能这样 光他们打人 王斌似乎听到了 往于醉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李大和张关平 吓得赶紧就跑 于醉手快 拽住了李一峰 嘿 有事不能躲 说句好听话不会啊 我就怀疑 你他们有没有点同情心 看人可怜成这样 我有 我怕指导员啊 李一峰腿有点软 却被于醉揪着站到了那个汉子面前 于醉掏着身上的纸巾 被汉子擦了擦 而那个人像天塌雷劈了一样 木然的流着泪 满嘴都是血 这时候别说余醉了 就李一峰这个恶少 看得也是同情心大起 直掏自己的口袋 想给点钱 不过他不敢拿出来 那点钱 对于这个家庭而言 恐怕是杯水车薪 小姐们 谁家还丢了 我家 一头大骨牛 九百多斤了 有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 举着手站了出来 于醉这个时候有点冲动了 既然出事了 那咱们就得想解决的办法 不能傻等傻看 这个事 咱们派出所 一定给大家处理 于醉许了诺 不少人看着 正和村子里的人商量的王斌 似乎于醉说话 根本不管用事 王斌没吭声 不过眼神稍有不屑 于醉被刺激了一下 不就是几头牛吗 请大家配合所里的工作 今儿可有只出头鸟了 李呆和张关平 惊得嘴唇哆嗦 王斌这个时候 不能不表态了 他直指于醉 这是新来的所长 他既然答应给大家解决 我没意见 那找不回牛来呢 丢牛户期待着问着于醉 于醉这回冲大 可得冲到底了 他很有气势地说着 不就是三头牛吗 对不对 一风 于醉一捅李一风 示意他看指导员的 不屑的眼光 李一风逆反心态很强 这回站到了于醉一边 就是啊 三头牛就把你们集成这样 多大个事啊 我们年前肯定给你找回来 不就三头牛吗 找不回来一风 你说 怎么办 不就三头牛吗 找不回来给你们买三头 李一风顺口就说 这恶少骨子里 还是有几分义气的味道 被于醉勾引了出来 但是话出口就后悔了 只捂着自己的嘴巴 可不料于醉不给他后悔的机会 一把揽着他 相亲们都听见了吗 找不回来 一风陪给大家三头牛 他爸是县武装部部长 别说几个偷牛贼 就是土匪也能抓回来了 是不是啊一风 是啊 是啊 李一风只能打肿脸硬充胖子 这场面可不能让人小瞧了 于醉一拍丢牛汉子的肩膀 快卸一下 我保证 你年前就能见到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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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悲喜交加 又是嗷的一声哭了出来 扑通一声跪倒在李一风的面前 哎哟 把小哥看得眼睛酸得想流泪 别哭啊 大战叔 也别打卖花事了 找不回来 我真给你买两头回来 这个许诺可比什么话都管用 群情涌动着 于醉一问情况 有人七嘴八舌给说上了 于醉指挥着李呆和张关平记录情况 这个时候指导员王斌也不能不表态了 电话里叫着派出所留守的 都到观音庄了解情况 捎带着再组织群众 分头到周边山上找一找 于醉问完一个口舌不利索的小孩 没有什么新情况发现 刚一转身 李一风回过神来 拽着他 往房背后僻静地方走 边走边倒着苦水 所长 你不能这么坑我吧 我怎么坑你了 你知道三头牛得多少钱 一头牛犊都得两三千 更何况成年的 三头全赔得两三万 这地方娶个婆娘才多少钱 顶多五千块 所长 鱼哥 你听我说 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出吧 好歹你也分点 这他妈不仗义 这点事都担不起 两个办法 第一个 自己掏钱买牛 你好歹关二代 说话不能当放屁呀 第二个嘛 想不想听 想想 谁愿意掏这个冤枉钱啊 要是丢的 就找回来 要是偷的 就把偷牛的抓回来 抓到贼 真赔不起 我掏钱 好歹也是抓了几百 爬上队 行吗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刑警 知道不 昨晚和咱们吃饭的都是刑警 抓几个贼还不小二科呀 我正愁显得没事干呢 对了 都叫上 咱们也得亮一声 要不你天天被指导员党小屁孩看 脱扇就扇你耳光 你好过呀 雨醉的 一下子把狗哨的雄心壮志 刺激起来 还有啊 万一真找回来 这多大的案子 不但上级表彰 我估计 你爸都得对你另眼相看 说不定 虎妞追着你一跑 你得换个活法 啊 得活得让大家服气 不能让大家嫌弃 对不对 说 干不干 对 有道理 这不就是了 你觉得这多大个事 干不干 干 少不回来 大不了买几头 这你妈才像个警察 雨醉鼓励着给了个大木哥 然后背过身 咬着下嘴唇笑 他觉得狗哨其实挺不错的 相比警校那群货 要算个好孩子了 后面的李一峰一拍脑袋 又回过神来 奇怪的自言自语 不对啊 怎么说了半天 还是我妈 再问时 于所长早溜了 这一日 轰轰烈烈的寻牛工作开始了 七名乡警 各自带着十七八个村民 沿着不同的方向 重新寻找 不过直到晚上陆续回来时 仍然只是见到了几位牛粪而已 指导员王斌带队从山上返回观音庄时 时间已经指向晚二十二时 山区的风大 呼呼的山风刮过 走路的不小心都会被刮得站立不稳 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 中间只喝了几口凉水配干粮 已经疲惫到极致 不过仍然是一无所获 从村里翻过两座山 直走到二极路边上 能找到的都已经是冻成干的牛粪了 进村 不少人歇了口气 就着村边的大磨盘坐了下来 手电筒的光线扫过 是村里极堵土墙上触目的标语 放火烧山是违法犯罪行为 黄斌坐下来时 眼睛正瞟到了这则标语 其实在农村 特别是这种偏僻的农村 法治意识也仅限于此 而法治意识淡薄的原因 在于很少有违法犯罪的发生 比如像这样连丢三头牛的事 在刃上可算是第一则答案了 对 是偷牛 从村里沿着山路寻到二极路 从几处牛粪 王斌几乎可以判断出来 牛已经被运走 可这个判断他根本不敢说 根本不敢把这个结果 告诉村里这些把大牲口 看得比婆娘还重用的朴实村民 羊头牙全乡缺水 山地多平地少 不利使用大机械作业 大牲畜在这里扮演着 主要劳动力的角色 一年耕种离地都离不了 这些年发展畜牧养殖 全乡牛羊增长了一倍 几乎就是全乡人均收入的主要来源 老鞭 你说这事可咋弄啊 村长李大庆 是个四十多岁的敦式汉子 显得有一些磨弄 回头我和所长商量一下 你们别心交 特别看好大寨开放两家 别出其他事 那狗少说 不是那什么 说到狗少李一峰 王斌却是气不大一处来 当年狗少刚来羊头牙乡 就给村里制造了几起 偷鸡摸狗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邻村几条黑狗 都是被狗少带人捉着 清顿红烧了 为这事还闹到派出所 最后王斌出面赔钱了事 可现在摊上这么大的事 王斌根本不敢指望 这家伙再用钱摆平 三头牛 你算算市价得三四万呢 当不当挣不挣 凭啥让人家掏钱 再说了 你看他像个有谱的吗 那所长呢 他不说年钱给解决 王斌为难地看了看 实在不愿意打击乡里乡亲 他点点头 那倒有可能 所长在市里 原来专业就是抓贼的 那感情好啊 能抓住也算 差不多吧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